听说最近摆车的标配是全景天窗了 想必不少人对车窗的认识大概还停留在 不就是能看星星吗 殊不知配置天窗的车越来越受大家的青睐原因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天窗的使用功能 功能一快速换气 车内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当窗户紧闭时空气很容易变得浑浊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 气味特别难闻 虽然说侧窗也能换气 可是当车高速行驶时 侧窗吹进来的风还是很大的 后排的人会被吹得受不了 打开天窗可就不一样了 车内外形成的气压差能将车内的空气抽出 然后又流入清新的空气并能一直保持 功能二快速除雾 老司机都知道如果侧窗关闭时 在雨水多的季节车内特别容易起雾 导致前荡房玻璃模糊遮挡视线 原因是空气不流通 车内外温差较大 这时只要把天窗打开通风位置 就可以轻松解决起雾问题 使用天窗换气 就算下雨天也完全不必担心 雨滴会吹进车来 功能三节能 夏天车在夜日下晒后 温度会变得特别高 一般人都会打开空调来降温 但若是有天窗的话 只需要把天窗打开 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 车辆在行驶时就可以快速降温了 而且还特别节能环保 功能四关键时刻能救命 万一出现交通事故 车门打开或者受到挤压时 车窗是很有效的逃生通道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 天窗救了很多人的命 另外有天窗的车光线也相对好很多 出去交游看星星 看风景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看到这些使用功能 是不是也想换一辆 有天窗的车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